当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 大家有看到这一期的封面设计 其实非常的让人感动 在影像上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阿富汗的前工军的飞行员 他们现在其实照的场景是在佛罗利达的一个飞行学校 他们仰望着远远的天空 其实主要上面有两排字 告诉我们这一次封面故事的内容 也就是说今天美国离开阿富汗已经超过一年 有数以千计的阿富汗女性已经离开了阿富汗 在海外重新找他们自己的新生活 而所谓的希望 畏惧 还有韧性 就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那这篇文章还是由时代杂志的主编 Edward Fresenna去带头去带领团队去写的 那文章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 其实自从美国离开阿富汗之后 阿富汗经过了这一年重新又回到了以前 你比如说女孩子不准再去学校读书 而女人甚至不能单独离开家里必须有男人帮忙 陪同 然后男孩子呢其实在工作场所的时候必须去胡须 然后呢其实很多的媒体现在都被管制 那阿富汗人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呢美国离开阿富汗之后 其实阿富汗又回到了一年前塔利班的时代 那这一次呢所谓的资深记者呢 主要是由所谓的Aliam Baker带领团队去描写了8个 离开阿富汗在海外的女孩子的故事 那事实上呢其实Edward Fasenso也在文章里面 特别告诉我们 其实过去几年 其实时代杂志登过了十几次 封面故事由阿富汗作为代表 其中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在2010年 有一个女孩子叫Bibi Asha 她因为呢犯了一些家族的这个被割掉的鼻子和耳朵 非常害人听闻 然后呢现阶段的阿富汗他们这次做这8个报告 只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些流落在海外的阿富汗女性 其实为了他们的国家 或者为他们的未来 其实都在分别的奋斗 这8个女孩子里面 有人呢其实在西方世界 可能建立自己的广播或节目 去报道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也有人呢帮忙阿富汗去培训一些女性记者 去报道阿富汗现在的状态 那更重要就是我该提到的 封面故事上的两个女孩子 他们过去呢其实是阿富汗的这个军人 但是在离开阿富汗之后 他们还是希望持续去加强他们的航空技能 然后能够有一天 还是能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上 我想这些故事都是告诉我们 其实只有失去了国家之后 才会知道国家的重要 而女孩子或者女力 其实在未来的兴起 其实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次时代杂志这8个女孩子的故事 我觉得如果有空 还是蛮值得一读的 去了解其实除了我们表面看到的 全球现在经济状况的一些变数之外 其实这一个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阿富汗 其实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时代杂志封面故事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